然後我媽每次看到我的耳朵就會說 唉,妳又去打耳洞,妳是有自虐的是不是 哈囉,大家好,我是女熊,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我要來介紹 之前我在IG上講過的 我要來拍我的耳洞的故事 那首先跟大家介紹,我有七個耳洞 對,非常的多喔 這一耳,我的左耳呢,它是有四個 就是兩個耳,除了一個耳骨跟一個耳窩 然後右耳呢,是三個 兩個耳垂跟一個耳骨 那我就要來一一介紹他們背後的故事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趕快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呢,我要來介紹的就是 我兩邊最下面最基本的這兩個耳垂 那其實那時候,我是國中的時候去打的 那我國中是規定很嚴的那種 所以呢,很常會被教官抓 那那時候他就是讓我拔掉 結果我第一次國一去打的時候呢 就因為我把他拔掉,就合起來了 那國二我就下定決心我要把他藏起來 不讓教官發現 所以我頭髮都這樣綁 對,就是把耳朵這樣綁住 對,就看不到了 然後之後就留到現在 而且我還很記得是 我請我大圍界的學姐 陪我一起去打的 然後就留到現在 然後再來是這邊的耳垂 其實我上面的這兩個耳垂啊 都是分開打的 因為我覺得一次打兩個人負擔太大 無法照顧 所以我就分開打 我是先打這邊 因為我這邊其實之前有打過 但是因為他打歪了 所以我就把它合起來 合起來之後 我就先打這邊 因為我覺得這邊可能對於我來講很難照顧 因為我可能都是這樣睡覺 所以很難去照顧他 所以我就先打這邊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是看我補習班的老師 他是大學生主教 然後他就打這邊有多一個 我就覺得三個好像也不錯 就是有一種特色的感覺吧 我就打了這邊 然後因為他現在發言 我把它換成耳朵 你們可能看不到 對就是有一個洞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那時候可能心情不好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真的是很低潮 然後因為我自己是一個非常衝動的人 所以我想打耳朵的時候我就會去打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就是計畫 就是我哪一條去打 沒有就是我想打耳朵 然後我就殺去淡水那個打耳朵的電腦 然後我就打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打了另外一邊 就現在這個 對 有看到一個環嗎 就是這個 對我後來就是因為我心情不好 然後我就去打這邊 好到這邊為止呢 都算正常了 因為都是耳垂的部分 那因為我之前在有一部影片上 有提到過關於耳朵的東西 應該是淘寶開箱那一集吧 因為距離那一集其實也有一年了 然後大家應該會覺得 怎麼一年過去我多了這麼多耳朵呢 對 我要來講那時候 我非常強調的一點就是 我真的很怕痛 所以我不敢打耳骨 可是呢 現在莫名其妙 對我兩個耳骨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是因為 因為我失戀 那時候我就是 剛分手 然後分手之後我就覺得很痛苦啊 然後就覺得說 因為我很痛 所以我想要在你的身上留下一個東西吧 呃 就像刺青一樣 但是 其實我不敢去刺青 而且我爸媽應該也不會准我去刺青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既然要留一個東西 那就乾脆打合動吧 那我就去挑戰 我一直以來無法克服的就是耳骨 因為我之前看朋友啊 只要稍微這樣勾一下 就 啊!亂叫那種 因為很痛 因為這邊很容易拉到 或者是你戴安全帽啊 綁頭髮都很容易拉到 我是非常難照顧 很容易發炎的地方 然後我那時候就先打了右邊 之後右邊就顧得還不錯之後 我就打了左邊 都是喔 都是在我分手那一段期間打的 然後那一段期間大概隔了 呃 三個禮拜吧 對就是三個禮拜之後 我就打了另外一邊 你知道那時候 我一開始打這邊的時候 我都這樣睡覺 然後打了這邊之後 我兩邊都不能躺 所以我就只能正躺睡覺 超級辛苦 因為你知道真的壓到 會讓你痛不欲生 每天都 呃 快瘋掉那種 所以我之後 這兩個到現在 其實發炎的次數很少 因為 我只要有一點點不舒服 就會去擦藥這樣子 對然後 所以現在兩個洞 都是顧得還不錯的 然後最後 我要介紹 我最後一個洞 就是我這邊 的耳窩 中間這個 我最近把它換成小鋼豬 因為我覺得大顆鑽 真的有夠醜了 呃 這個洞是我那時候 就是我遇到 現在的這個 然後我那時候 就覺得 呃 我自己很開心 對 這是開心的故事了 就是因為我很開心 然後我突然又想要去打 呃 因為那時候我看到我哥 一般的一個女生 他在跟我說他打了一個特殊環在這裡 然後就跟我說 欸那你怎麼不去打耳窩 然後我就說 嗯可是我怕會像耳骨一樣難過 他說不會耳窩非常好過 因為你這樣勾的時候 其實他不會用到 所以我就想說 嗯好吧既然不會痛 我就去試試看 因為既然我都打耳骨了 耳窩應該不算什麼吧 所以我就去打耳窩了 對然後那時候我就跟我男朋友說 欸我想去打耳洞 然後他就沒有回我訊息喔 結果等他回我訊息的時候 我已經傳出去 我打完耳洞的那個照片給他 這就是非常心動派 我只要說我要打 我就會馬上去打 的那種 所以我現在就有七個耳洞 非常的多 然後我媽每次看到我的耳朵 就會說 欸你又去打耳洞 你是有自虐是不是 對 好啦 我講完我的故事了 不知道你們覺得 會不會很荒謬呢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在下方幫我點一下喜歡 並且訂閱我 如果想要持續追蹤我的動態 請到我的instagram 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 粉絲專頁幫我按讚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